极乐大死 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 居足如是种种无碍表辟 无有障碍 故远 便才总是自在无碍 这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往生到极乐世界 你就得到了 经上讲的这些 不是与我们不相干 都是讲的法身菩萨 那我们听了有什么意思 而不知道这部经上 字字句句都是讲自己 我们只要生到极乐世界 即使是 凡圣同居徒 下下平往生 你到极乐世界 你就得到 无碍的便才 跟阿维悦志菩萨 相等 阿维悦志菩萨 我们在华言经上看到 他是什么样的地位 先需了解 什么叫阿维悦志 这是凡语 应语的 阿维悦志的意思 是不退转 阿 通常翻成中国意思 是无 那个唯悦志 是退转 无退转 我们中国意思就是不退转 这个不退转里面包括三种不退转 才称阿维悦志 第一种 唯一不退 他的地位也不会退 这比较容易 在小城 出国需托还 就真的了 在大臣 华言经里面讲的 是性位的 粗性位就真的了 你确确实实 八三界 八十八平 见何 干净 就是八正道里面的正见 八正道其他的没有 正见有了 你位就不退了 你看 把圣道啊 圣人啊 你决定不会再退多反复 这叫小小圣 他不是反复 他没有离开六道轮回 但是他决定不躲三火道 而且在六道的七心有些 人间天上七次往来 他肯定正阿罗汉库 这小城 如果是大臣呢 他肯定修到七性位的菩萨 你看 从初心到七性 超约六道轮回了 阿罗汉不再六道了 阿那汉在六道 三国在六道 四国不再六道了 阿那么这些都叫做 微不退 阿第二种不退呢 是菩萨得到的 叫行不退 阿菩萨度化众生 众生难度 尤其现在众生太难度了 阿罗汉会不会度 现在众生 不会 可是大臣菩萨发菩提心 再艰难 再困苦 他也不退心 这样 行不退 他绝不会退到二成 这个境界 二成人度化众生 他喜欢你 他就度你 他不喜欢你 他不理你 你去找他 他教你 你不找他 他不主动 他教你 菩萨不一样 菩萨你不找他 他来找你 我们这经上前面念过 菩萨 做众生 不请之友 不请之友 善游啊 你没请他 他自己来了 这就是菩萨的大慈大悲 生文元教 比不上 这叫行不退 第三种叫念不退 这个谁得到了 华严禁 华严禁 原教 粗度就得到了 也就是说 中国佛教常讲的 明信 见信 见信 成佛 他就得到念不退 也就是说 他的杂念没有了 他只有一个念头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想 大半年半 就这条路 也就是说 明信 见信 要把 无名的习气 淘汰干净 圆满 正德 妙觉的国会 他的心 念念 流向 撒泊入海 撒泊入海 也是翻语 翻成中国意思 叫一切种枝 那么从这个意思来看 阿维越智菩萨 就是 粗诸一上 圆教 他不住在 舍法界 他住在 如来的 时报 状元图 时报 状元图 四十一位 法身大使 都称为 阿维越智菩萨 这是不推转的 阿维越智菩萨 通通居足 无碍 辩才 如来 谷地上 所以 十八不共法 四无微 四无碍变 全都居住了 所以 他跟 妙觉如来 硬化在 舍法界 教化众生 所起的作用 可以说 没有念样 俩 俩 开始 叫